走进空军工程大学 校园里陈列的多型战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在这所军校 学员们既不研究怎么造飞机 也不学习怎么开飞机 那么学校里摆放数量如此之多 型号如此之全的战机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作为空军唯一一家培养航空机物人才的学院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保飞机 我们学校为了保障我们毕业班的学员 与基层工作进行无缝衔接 所以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毕业学员的综合演练 学员们按照教官的要求逐一检查战机 一切正常才能启动发动按钮 做出起飞手势 然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 检查加油挂弹一步都不能马虎 我们培养的人就是为了下部队的 为占预人 所以必须在院校就给他们提供 与部队相辅的这些实装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装备带给自己的责任 战斗胜利带给自己的压力 扛得住 经得起 为了实战培养人才一直是空中大秉承的办学理念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学院是哪呢 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像机器人俱乐部 以及航模俱乐部这样的创新俱乐部 目的呢就是为了培养我们学员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他们的作品都是依靠我们的3D打印机信心制作的 别看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俱乐部 在全省乃至全国各种各样的竞赛中拿奖也是拿到手软 这个是叫3D打印制作的这个赛亚比赛的仿制机械鱼 哦 怎么干嘛把它捞上来 因为我们制作我们第一次组装进行这个密封性测试 从这个密封性的角度来看还是需要有一点进水 它里面电路板的话 进水的话 它这个测试性就会信号比不太特别好 制作仿生鱼并不是目的 改进3D打印机才是空军工程大学俱乐部的特长 先进的3D打印技术不仅鼓励了学生的创新科研能力 培养了动手能力 方便了教学 更是为实战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空军工程大学不仅有数架飞机 还有若干煤战机的天敌 导弹 学员们不光能发射模拟导弹 还能近距离观摩各型真实的地空导弹 此时此刻我们毕业班的学员正在大漠戈壁进行实弹打靶演练 我们把镜头交给前方记者 明白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现在我们所有人员要奔赴自己的站位 转入一等站位状态 我作为发射战机班运员 要跑向发射装填战地 领导弹控制 收拾发射目标 装填 装填目标 各位 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轰鸣的钢铁巨人 就是导弹发射车 我们可以看到两枚捅弹正在平稳的起数 作为国产最先进的低空导弹武器装备之一 高度的集成化和智能化 使得战程人员能够迅速地接收指控车的指令 并迅速做出反应 三 两 一 到 发射 发射 当我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导弹成功出筒 将目标消灭在几十公里之外时 我才真正明白了 课本上所学的那些武器杀伤范围和杀伤效果 不只是一个个数字 它更是保卫我国领空的坚实壁垒和空中利刃 未占办学 未占育人 未占强师 未占科研 未占建校 一直是空军工程大学秉承的办学理念 如果你想穿上戎装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空军 那就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